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恩死后的身体会进行焚烧 身体组织和衣物都会被烧完 之后还有些有机物在高温情况下 沉污的气态消失 剩下一部分无机物就是我们所说的骨灰 大多骨灰都是白色粉末状 而它的成分主要由碳酸钙组成 简单的说是肥料 由于碳酸钙在氧气中是沉稳定的状态 所以骨灰在正常情况下非常难以被微生物降解 在骨灰核不损坏的情况下 应该是可以完整保存很久 但如果损坏的话 会溶于水中 然后渗入到地下 成为土壤肥料 以及土壤岩石化 最后也会成为岩石和矿物的一部分 如果骨灰没有被沉酸的地层埋藏 而是抬生分化的话 则会更快地溶解于雨水 或者重新进入生物体内 或者变成水底沉积物的一部分 所以你就是地球 地球就是你 神恩还提出这样一个想法 将骨灰制作成钻石 像美国某公司就提取骨灰状态 再利用高温高压技术和相应的催化剂 将其提炼成钻石 这与人造钻石的制作方法相类似 目前好像已经为全球3000多家庭保存下来完整的骨灰钻石 你们觉得这个纪念钻石怎么样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剧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